第537章 电神之眼 而那个琉璃十足的古兰手中长矛抬起 右手握住长矛中段 身上亮起一层奇异的光芒 下一瞬 它手中的长矛就已经投掷而出 长矛在空中闪烁了一下 竟然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而这边的大猫明显感觉到 一种巨大的危机仿佛瞬间就笼罩在了自己身上 消失是什么情况 大猫不敢大意 手中中箭拾起 狮虎金刚迸发 刺目的白金色光芒在身上绽放 下一瞬 它的瞳孔骤然收缩 中箭悍然展出 当的一声 大猫身上的狮虎金刚迸发 先前那消失的长矛已经反弹而起 但大猫自身却如遭雷击 全身麻痹 一道道电流在它身上流转 而就在这时 远处那个琉璃十足的古蓝 按了一下自己头盔上的一颗银色宝石 下一瞬 它竟已经凭空挪移到了大猫身前 一把接住空中落下的长矛 闪电般地向大猫刺来 此时的大猫正处于身体麻痹的状态 索性施虎金刚的强大特性 让它恢复得很快 就在对方那一矛已经到了胸前的时候 它的双眸之中猛然进发出强烈的光芒 重剑上挑 狮虎金刚是爆发 轰 双方同时后退 大猫再次全身麻痹 而它的对手也不好受 被狮虎金刚强大的排斥力震的后退到十几米开外 双臂发麻 这一击不只是大猫自己的力量 还有前一次碰撞中吞噬而来的力量 再加上狮虎金刚的排斥作用 爆发力强悍 但古兰恢复得明显要比大猫更快 它身上的铠甲化解了大部分冲击力 手中纳杆闪电长矛再次脱手飞出 直奔大猫当胸飞去 这闪电长矛上附带的闪电的麻痹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以狮虎金刚的强大先前都没能防御的主 这一次自然也同样是难以防御 而且闪电长矛在脱手的瞬间甚至会直接消失 化为电光一闪而至 大猫横起手中中剑 体内气血奔涌强行抵挡 当大猫应声后退 身体再次麻痹 连续三次与闪电长矛硬碰硬 让它的身体麻痹程度不断地升高 虽然之前没有特意关注过这个对手 但大猫完全可以肯定的是 在之前的比赛中 绝对没有选手使用过这种武器 能够凭借一件武器就将自己压制成这样 这显然是神器层次的存在啊 古兰再次按动那颗银色宝石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大猫的背后 它双手握拳 同时轰击在大猫的后背上 大猫的尸虎金刚是尽发出强大的排斥力 但诡异的是 那白金色的钢器撞击在古兰身上的一瞬 古兰那身盔甲竟然化为了透明的 白金色光芒怎么进去的 就怎么反弹而出 重新作用在大猫身上 闷哼声中 大猫已经被垂击地飞了出去 琉璃十足天赋能力一反射 此时 古兰右臂上的一颗黄色宝石光芒闪烁 之前被大猫弹飞到空中的闪电长矛骤然下坠 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着 从天而降 直奔大猫刺去 整个过程奇快无比 如行云流水 大猫的尸虎金刚本身已经很强了 但这闪电长矛的麻痹作用太狠 它这次终究没正选择硬碰硬 强忍着体内奔腾的气血 右脚跺地 身体斜侧着冲出 古兰右臂上的黄色光芒变得越发强烈起来 它猛然一甩手臂 牵引着闪电长矛改变方向 直奔大猫追来 与此同时 它身上的甲皱再次进发出玻璃般的光泽 一股冲击力在它背后迸发而出 推动着它的身体 犹如一颗琉璃炮弹一般撞向大猫 没办法再闪躲了 闪电长矛来得实在是太快 无奈之下 大猫只能再次斩出重剑 击飞了闪电长矛 但下一瞬 它就被从侧面撞击而来的古兰直接撞飞了 大猫在身体处于麻痹状态的情况下 根本不能完全施展狮虎金刚的防御 这一下直接被撞得口喷鲜血 无论是哪个观众 在这个时候自然都看得出 大猫的装备实在是太吃亏了 对方单是凭借盔甲和闪电长矛 再加上琉璃十足的天赋能力 就将大猫压制得根本发挥不出自身的力量 哥 这样大猫恐怕要输 他的装备实在是早知道 应该让父亲给他找一些衬手的装备在参战 美公子传音向唐三说道 唐三道 这是大猫的必游之路 到了决赛阶段 各组肯定会给自己能够进入决赛的选手足够的支持 这一战他就应该这样面对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能赢下比赛 那么 狮妖族和虎妖族那边 就必然会有所反应了 美公子愣了一下 你认为大猫能赢 此时比赛台上的大猫已经被完全压制 不断被琉璃十足的古兰一次次击飞 身上的狮虎金刚开始变得收乱 显然是已经处于了绝对的劣势 唐三威一笑 道 看着吧 大猫乃是百战强者 他的战斗意志足够强大 绝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失败的 比装备 他肯定是不如对手的 但琉璃十足的这名选手 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爆发力不足 只要他不能通过爆发瞬间击溃大猫 那么大猫就还有机会 场上的状况确实是对大猫非常不利 大猫也确实是被压制了 但是 对于大猫的韧性 战意 唐三是有很清晰的认知的 如果因为被压制 就认为大猫已经要输掉这场比赛 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个琉璃十足的古兰 凭借着装备和天赋能力 确实是拥有非常多的战斗技巧 而且也能压制大猫 但他的爆发力有所欠缺 毕竟琉璃十足本身的天赋能力是被动的 只有在对方攻击的时候 才能反弹对方的能力 剩余的就全都是依靠自身的装备 那闪电长矛确实是很强 盔甲也强 这二者就算不是神器 也是接近神器的层次 尤其是那闪电长矛 连一级血脉的狮虎金刚 都无法化解其威力 但是 这二者的爆发力 都不足以让拥有狮虎金刚攻防一体的大猫 直接被打破防御 而输掉比赛 直径500米的巨大比赛台上 大猫节节败退 基本上抵挡一次就要挨上几次攻击 他唯一努力在做的 就是拼着被麻痹的风险 不让那闪电长矛刺中自己的身体 有时虎金刚抵挡 还会被麻痹到如此程度 这要是被直接刺中 那麻烦可就大了 古兰的女士非常凶猛 她身上那绝甲 更是不断迸发出各种元素 凤性的能力 主要是误助她自身对大猫发动攻击 以及辅助闪电长矛 她右手那黄色光对闪电长矛 有凤影作用 让这开长矛 总是能出现在刁钻的角度 防不胜防 大猫身上散乱的狮虎金刚 只能勉强去抵挡 从此时的形式上看去 她被彻底打破防御 那就是时间问题而已了 贵宾席上 黄金狮子族和黄金圣虎族的强者们 一个个都是眉头紧赶 他们怎会看不出 大猫之所以被压制 就是在装备上太过于吃亏呢 作者 唐家三少